我是长坤大学呼吸治疗学系万国华教授 防疫期间 健康民众在通风环境或开放空间 且和他人说话的距离 可以保持一公尺以上时 不需要佩戴口罩 也可以考虑选用布口罩 有些市售的布口罩 也具有阻挡飞沫的效果 挑选布口罩时 口罩至少要有三层结构 外层材质要致命 中间层是布织布材质 内层要柔软透气 请将医用口罩留给有需要的人 由政府请安心资讯又寄官署提供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此刻时间早晨7点05分37秒 我们为您连线东武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解说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老师您早 老师我们首先还是来锁定这个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新冠肺炎 就是武汉肺炎的疫情 我们看今天的平面媒体上面这么多的耸动的标题 意大利已经有631个死亡的病例 然后伊朗有354个死亡的病例 而且就重要的是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昨天一口气拉高了26个国家的旅游警示 我想这对于很多想要出国去玩的人 期待接下来可能疫情平缓之后 可能要赶快出国去玩的人 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警讯 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请刘老师 为我们看一看国际上 过去这一个礼拜以来 疫情越来越严重 可以有哪些观察的重点 对 那么当然就是你刚刚讲的 像比如说像意大利 意大利昨天礼拜三 他是单日196个死亡 那是单日最高 所以意大利总理已经暂停所有的商业活动 所有商业活动 真可怕 那就是完全就关了 那么美国首都华盛顿也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除了9个州以外 华盛顿也进入紧急状态 整个事情就可能欧美国家 他们是太轻忽了 一瞎子整个事情现在变得非常的严重 但严重呢 其实我们从国际上来观察 其实有几个重点 其实第一个你说最浅层的观察 你就可以看得到说 各国的民族性不一样 意大利有什么关不了 意大利人 意大利甚至有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叫做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我们中国人只是用八个字 意大利是一个字 一个字就告诉你说 一个意大利词里面有一个字 就告诉你说 这个字就是如何非常激紧 这样巧妙小聪明的闪过政府的规定 那是意大利总理孔帝就告诉 告诉意大利人 不要再跟我玩这小聪明 拜托我待在家里 要不然的话 所以他们意大利封不了 到天就看到说 加上米兰封城 第二天米兰的咖啡厅 依然很多人 后来就不行了 不行 现在不但封城就封国了 那当然这里面呢 美国当然也开始有辩论 美国辩论说 那如果现在就是我们这边 也要讲说经济纾困方案 那美国这边在讲说 联准会就觉得很紧张 那可是白宫的经济幕僚 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他们就有内部的一个辩论 到底是谁有办法来解决 这个刺激的经济 那联准会说 我不断降息 我最多只能从货币上来做 可是问题是 很多事情解不了 比如说你联准会再怎么做呢 你没办法 供应链都断掉了 那你减货币的你降息 你供应链没办法把它接起来 所以需要白宫这边用减税 用什么别的方法 来刺激着经济 所以川普礼拜二的时候 就找了国会的开会 开会再提出来的一些 好像所得税减税 或者对贫穷人家的补助 等等 语言不详 所以经济效果没有太看出来 可是白宫内部 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辩论 所以就是各国不断的加强 然后除了理由警讯之外 然后就想说 这个情形大家也开始检讨 过去的供应链 是不是太依赖中国了 那么现在你看中国大陆 一封了以后 很多供应链就断掉了 意大利封了以后 欧洲也很多人发现 很多汽车零件 什么事都 意大利来 意大利也断 那我们也怎么办 好 所以这个供应链的重组 各国也都在讨论 就是全球化会有一个顿挫 这是比较大的趋势 供应链的重组 这也意味着 就是说未来可能 在我们检讨这个疫情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国的政府 或者说是工商界 会仔细的思考这个话题 不过老师 你刚提到了美国 我们先来看看美国这个细节 川普的政策语焉不详 后来他 我记得他在这个疫情 一开始的时候 他所发表的很多话 都跟这个美国的疫情专家 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也让他备受批评 另外当然美国 正好这里几个礼拜以来 我们都请老师 为我们分析这个 党内的初选的问题 就民主党党内的初选问题 那现在拜登跟这个 桑德斯 两个人好像一起要 要一起要觉得说 我们一起的目的 就是要打败川普 现在他们好像也从疫情的角度 来反对川普 还抨击川普 川普是不是这个选情 有点告急 会不会有这样的观察 会 就是川普来讲的话 因为本来人家讲说 到底是民主国家 比较能够对抗疫情 还是专制的极权国家 比较能够对抗疫情 就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们本来讲 应该民主国家比较会 因为很多极权的国家 信息是封闭的 就是常常批评中国大陆 你如果早点的透明化 你早点的讯息 能够公布出来 吹哨者也不要死 早点的防疫真好 那你为什么粉饰 这个疫情 粉饰太平呢 那就后来发现 作为民主国家 美国 他也很多疫情也没讲 所以和一些批评家 学者就说 你川普就是集结 这个民主国家的坏的 和集权国家坏的 所有的坏的都在你身上 这个选举的时候 可是你说 在桑德斯和这个拜登来讲 拜登赚到了 因为人们这样在抗议的时候 发现 还是选个有行政经验的 重规重矩的 中间的 主流的 好一点吧 因为这个桑德斯太激进了 桑德斯要搞个革命 现在要活命 活命没搞清楚 你又搞革命 那这样每个找个没经验的上来 那你的疫情 就算你上 你看这里面最大的不同 拜登他有副总统 他有行政的经验 可是桑德斯他就是参议员 他只有立法的经验 那这样子来比的话 当然选个有行政经验的比较好吧 所以这样子一来的话 拜登在民主党党内的领先 就两位数字的领先 一路上来 所以这个礼拜 礼拜二的时候 我们看到 密西根 米苏里 密西西比 那这些初选都是 拜登赢 中部 南部 都是他赢 而且黑人 白人都投他 所以这个整个桑德斯的重点 是在西部 但是他就中部南部 是拜登 所以他整个 整个的这个走向 其实对拜登来讲 是有利的 是 好 这个当然 疫情 对于美国来说 还包括要影响选情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察 那全世界其他的地方 我们看到 刚刚老师为我们解说了 有关于欧洲的部分 那除了欧洲之外 我看到这个 每天出来的新闻 中东也严重 这个南美洲 也是严重的 甚至于亚洲也是严重的 这恐怕 真的是如 这个就是之前 今天稍早 这个WHO所说的 这恐怕是大流行的 是 可能全球蔓延 那甚至梅克尔也讲 德国搞不好 70%人会得到 这很严重 这严重 所以现在想说 这事情如果防不了 那下一步该怎么做 你这个感染 你这个源头 又找不到的话 那怎么做 尤其你说 我们刚刚讲的中东 中东我们上次也谈到 伊朗 我们想从历史上 看到波斯方人 是很厉害的 然后到处做生意 到处生意 现在变成到处 在传染病毒 所以中东 在伊朗 这边作为一个 连接传染的 伊朗周围的这些 很多中东国家 都重了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这问题 这问题当然 美国家 当然你说 疫情很重要 当然也会 也会影响到 内部的选情 内部的选情 当然那时候都是 只要执政党 做得好的话 其实都是执政党 赚便宜 因为你现在想说 在现在 就像有选举 现在好像临阵换将 临阵换将的话 一些伸手上来 他能够驾驭得了 整个防疫的体系 所以还是让 守守继续驾驭 这个马车 继续往前走吧 所以各国你会看到 慢慢慢慢反映出来 但还有一个什么特色 欧洲有什么特色 你说这样子 大家想说 大家最好就旅游禁止 我们只看到旅游禁止 旅游禁止 那就是各国都想 掌回它边界的控制权 那就是我们刚刚讲 全球化的顿挫 除了供应链 移回来和改变以外 就是人的移动 就卡住了 那就是各国的 什么东西起来呢 反移民的极右派势力起来 我早说不要让这些人进来 那你看看 那进来如果传播 传播这些疫情了怎么办 所以你可以发现 每个人都觉得 哎呀我们为什么要把 要理论上 就可能有两种反应 一种就是说 哎呀全球化很重要 你看让世卫组织 在全球治理 在全球来处理 这个问题不很好吗 后来发现 大家不太相信世卫组织 就发现各国 还是相信自己 我们相信 各个世卫组织很重要 但是各国 还是要自己控制边界 所以这个一个一个 一块一块的block 将边界 本来是无边界国家 现在一个边界 重新竖起来 所以 极右派的民粹的势力 整个又得到了鼓舞 好 这也是另外一个 在疫情之下的观察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 制评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 政治系 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 为我们先从 新冠肺炎的蔓延 这个角度开始谈起 当然我们谈到了美国 谈到了欧洲 谈到了中东 各样的这个角度 都有助于让我们来看一看 也许在新冠肺炎疫情 未来 不管是持续要蔓延 或者是要慢慢冷却下来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的秩序 恐怕要重新的 这个定义 或者是来重组 老师 另外我们看看 除了经济的部分 当然 刚刚你所提到 这个 这个美国的财经的部分 美国的这个联准会 它这个最近降息了 昨天我们在节目中稍微请 另外一位老师也谈了一下 他约略谈了一下 可是我想请教你 联准会的降息 还有包括 这个油果组织的这个开会 让这个油价崩盘 这两件事情 可以说是过去这七天以来 很重大在疫情之下的 这个产业 或者是财经消息 老师 我要请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为什么油价的崩跌 这么的重要 对 油价 油价的崩跌呢 当然 它的后面呢 不存是经济 它也包括什么 包括能源的地缘政治 我们先讲看 为什么油价会崩跌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上礼拜五的时候呢 OPEC开会 那现在是 现在是 因为美国呢 它的页岩油的这个市场 就越来越伤胜 就美国产很多油了 然后就在整个油的市场里面呢 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它所占的这个份额 就逐渐减少 影响力比较少 所以在石油输出国家 虽有个OPEC之外呢 还有一个非 非OPEC 外面还有一些 non-OPEC的国家嘛 那非OPEC的国家里面 最大的就是 俄罗斯 那石油输出国家里面 最大的就是沙奥地 沙奥地呢 上礼拜五在维也纳呢 OPEC总部呢 他们叫OPEC加 OPEC Plus 会议是什么呢 这OPEC之外 加上某一些 重要的非OPEC的国家 开会 开会要讲什么呢 就是新冠肺炎呢 影响到这经济的百业萧条 那中国大陆这边的 对石油的需求 又减少这么多 那我们还产这么多油吗 因为油价不断地下跌啊 不断下跌 所以是不是达成个协议 我们都减产 减产把油价打回来 让油价能够打回来 打回来呢 结果俄国就不大 愿意减产 俄国说如果 竟然减产的话呢 油价不见得会回升啊 重要是便宜了 美国的页岩油 因为你 假如你减产 你的油价好像会高 那于是美国页岩油 趁机来抢市场 那这个不对啊 所以他 俄国就要打美国 那可是他不愿意减产 他说我要 我要护着我的市场 那沙奥地亚了 说那如果 那你看 在这里面的 欧派克里面呢 很多国家 如果要调节的话 那都是靠沙奥地来减产 沙奥地说 我们要把油价打回来 我希望比较高的油价 那不能每次 都是我在减产的 俄国也不承担一点 对不对 那么像 我希望跟你一起 达成减产的协议 我就可以约束 我内部 其他欧派克的小国 说我们欧派克 要在国际上有分量 我们必须要发声 我们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 那像不减产 没人眼中 你看得上欧派克 所以沙奥地 我也领导不了欧派克 沙奥地觉得很挫折 他做得怎么样呢 就是说那你 你俄国 你如果既然 你又不减产 那我也不减产好了 我不算不减产 我增产 不但增产 我打折 所以礼拜五的 这个欧派克 加的这个会议 谈崩了以后呢 礼拜六号就决定说 我给你20% 我打八折 我再整个增产 增产以后 然后礼拜天 油价一开 一开是崩 油价就跌 所以这是一个 政治上的一个激励 他想用 这是一个沙奥地 王朝莫默德的 一个好赌 他想赌出来 逼着这个 这个俄罗斯 那你说不了 那我来谈判吧 可是问题是 谁比较受不了呢 你要说可能 沙奥地比较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俄罗斯呢 他的过去 他就累积了 蛮多的外汇存底 他只要每一桶 油42块钱 他就可以省一平衡 打平了 可是沙奥地呢 在他的经济 是比较完全靠油嘛 2014年开始 油价下跌的时候呢 他的外汇 已经消耗很多了 他没有那么多 缓冲的空间 他需要 他需要 七八十块的油价 才能够维持平衡 那就换说 你的银带 美人家多 你撑不太久啊 这么久 那可是这里面 又影响到谁呢 就是这油价 如果这样拼下来 油价一路下跌 对吧 美国这边 叫骨连天啊 夜盐油这些人呢 现在美国开采夜盐油的 都是一些小的一些公司 他们都给银行贷款啊 什么的 这个希望的油价高 我开采夜盐油 我可以赚一笔 但是油价不断下跌的话 那些鬼要都破产了 那些公司破产 那公司破产 公司多半都拿几州 比如说可能德州啊 或者拿几州里面 有很多夜盐油的这产业 过去因为夜盐油产业呢 蓬勃发展 那现在一下子这个崩了 那一下崩了以后 那个州的经济也受到影响 也受到影响 那可是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 夜盐油的崩的话 没想到俄罗斯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俄罗斯基本上 它也是多少 也是报复美国 因为俄罗斯过去呢 它有一个叫卖天然气 卖的油管呢 卖的拉着叫北溪油管 二号线 就从俄罗斯呢 走到波罗的海 散过乌克兰 直接拉到德国 那去年美国说 你这样散过乌克兰 你就不需要借到乌克兰了 以后你就更可以的 随时对乌克兰制裁 或者关系 因为以前如果你的油管 天然气管经过乌克兰的话 那你不好对乌克兰太凶 那现在你散过乌克兰以后 你随时可以不卖油 天然气管乌克兰 可以制裁乌克兰 所以美国就觉得 俄罗斯你这个分明 要对付乌克兰嘛 所以美国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 就对内阁天然气管的 参与天然气管的这些企业 或者个人进行制裁 那俄罗斯说 那我卖气给德国 干你美国什么事啊 然后俄罗斯这样子 所以他们就说 既然是这样的 天然气嘛 天然气油那一起打 所以这也是俄罗斯 用的方法 报复美国这些页岩油 或者美国能源的地缘政治 这也是一招 他就说我要打美国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三国呀 就是俄罗斯 撒吴地 还有美国 所以有政治 有经济 但是一般老百姓 他在整个垮 好那现在就说 那现在油价下跌 谁赚到呢 谁赚到一种角码 当然是川普可以赚到 你看看现在油价下跌 民生生活改善了 可是问题是 这个油价下跌 并不是美国经济政策的 什么成功 是人家外面在打仗 那所以一些分析家在讲 那对川普的选情帮助 能够帮助到多少 那其实还有待证明 哇 老师 如果不是你为我们解说的话 恐怕还不太清楚 就是原来后面还有这么多的 这个沙烏地阿拉伯 或者是这个俄罗斯 特别是俄罗斯 他这打的如意算盘是什么 原来这么的复杂 因为这油价的问题 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逻辑 那经济逻辑你讲不通的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讲说 supply and demand 你需求减少 当然你的供应量 你货要减少 这样油价才能维持 哪有人说需求减少 还特别增加的生产 这不逻辑的 那就是互相有斗气 就是稍微来讲 这是一个谈判的一个险招 但是能够撑多久我不知道 是 这正好也提醒我们 当我们单纯来看 国际股市的变化 或是油价的变化的时候 市场后面有非常多 复杂的政治因素 地缘政治的相互的折冲 或者是这个算计 也是老师要提醒我们的 正好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部分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刚刚看到最新的外电 国际油价还是重挫的 这个不管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 这个西德州中级原油 或者是伦敦北海布伦特的原油 统统都是下跌 那正好也影响到股市 这个欧股收回 美股也是收回 特别是美股跌了1464点 这也是这个宣告正式步入熊市 就是告别了牛市 老师 这个各位听众 我们今天为您访问的是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重要的新闻外电 老师 那这个我们来看有一点时间 来看一看阿富汗的情势 前几个礼拜您告诉我们说 阿富汗跟美军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那这个后续是什么呢 是 因为这里面有点戏剧性的发展 2月底的时候 就美国跟塔利班签了这个和平协议 美国跟塔利班要撤军 那撤军有个条件 就是前阿富汗的谈判要开始之前 要放各派谈判之前 那美国和塔利班都要释放囚犯 他们手中有个囚犯 塔利班手中可能有1000个囚犯 美国手中有差不多5000个囚犯 要释放表示他的善意 可是问题是 这塔利班的囚犯呢 虽然是美国 可是是在美国所扶植的 喀布尔当局手里 他们的监狱里面 美军没有办法弄监狱嘛 5000个囚犯在 那喀布尔当局 美国扶植的这个 这喀布尔当局政府呢 没有参加这个谈判 塔利班不跟他谈 是 囚犯谈是轮到他的释放囚犯的时候 他说我不放了 不放了 那就是我们上次谈到 战争又好像又开始了 那怎么办呢 有意思的是 喀布尔当局 上个月选举的时候呢 现在的总统 他甘尼他说他当选 可是他的竞争对手 阿布多拉不服气 他说你的坐票 所以他也说 所以在礼拜一的时候呢 甘尼宣布就职 阿布多拉也宣布就职 那你就同时两个总统宣布就职 那美国想调解调解半天 他说我们现在要谈判了 你们总要整一个人出来嘛 就两个人宣布就职 那就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那甘尼呢 当然就说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 那为了表示我才真的有权威的嘛 你美国或者塔利班 你要讲 你必须跟我接触啊 所以呢 所以昨天他宣布囚犯 我可以放 可以放 但是呢 放囚犯 不是说放了以后谈判 放了以后 我还有什么筹码呢 是啊 慢慢放 他是先决定 一天放 他有五千个吧 一天先放一百个 然后先放掉一千五百个 然后看看没有暴力 那我们就开始谈判了 谈判开始以后 如果谈的时候 可以正式进谈判 那就每两个礼拜放五百 他一千五十 一天一百 再放十五天了 然后呢 还有三千五百人嘛 他没两礼拜放五百 然后看 所以他说 所以这样子 他说我有权利释放 对不对 所以阿卜杜拉 那当然我是总统嘛 你怎么是总统呢 美国也要跟我接触啊 然后才发现 原来他当年 他当时不放 也是内政外交 也算好几步啊 也是高手 这个有意思 原来要不要放囚犯 然后一个礼拜放多少囚犯 每天放多少 这些都可以当成谈判的本钱呢 是 这个就是谈判上典型的切腊肠 这是切腊肠 慢慢切 慢慢切 好 这个到底 这个 克布尔政府 可以怎么去切腊肠 未来这个腊肠里面 还有什么文章啊 我们未来啊 再请刘老师为我们来解说啊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制评 非常荣幸能够为您专访 东吴大学政治系刘碧荣教授 我们请刘老师在节目中 为大家分析最重要的国际新闻外电 我们从新冠肺炎的肺 这个疫情啊 的蔓延开始谈到国际的油价 同时呢 阿富汗的这个情势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 我们非常谢谢刘老师您的分享 老师谢谢 谢谢 谢谢